这个后面说到就是说 近战 不是近战 整个中国思想史上有文化 英语文化进入中国国教 还有这个是马克思的主义 是吧 当然了 国教进入中国的话 总是比较完善的 是吧 比较完善的 就是说纵旋农学 它基本上都是出入国老化 营入中国 文化和文化 但是近战以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马克思主义 首先是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马克思主义是定在系统当中的异局 而且定值 没有 这是针对空降老师的问题 对 是啊 就是我一会儿就想 就是说您对这个 这个他很一会儿责大言 再一个就是说 即使马克思主义的进入中国当中 我们接纳的这个 比如啊 有微信 这个基础基础上的建筑 包括 还有像 肌肉症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的 谢谢 那个昆江可以解枪 你个人认为呢 你个人认为如果没有新獨家 1949后的台湾是如何 因为这个问题 那你最好违议就是陈昭安老师 没有这个问题可能跟昆江老师 刚刚讲的不太清楚 那妈没关系综合回答一下 一至二分钟 那你刚刚要我违议什么 就是说如果没有新獨家 1949后的台湾是什么 你自己问的问题 你有没有答案 我自己问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1949年没有新獨家的话 台湾会细化的更严重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没有新獨家的话 事实上台湾现在对中国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文化保守主义 根本都没有这些 没有任何言息 所以就会离中国越来越来越来 这个就是当代新獨家在台湾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同时他们的这个地址 其实我们这些这一票的人 其实都是当代新獨家的跟有关系 各个地方在台湾还在很多这种人 也就是因为跟中国可以 中国文化 关心中国文化的前提 关心中国未来的命运 都是这一些人他们所流传下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当代新獨家的台湾 跟在中国上面 他有那个展现出的那个意义性 我要主要是这一点 再来是我自己要根据那个 刚刚略慧老师回应的问题 其实就我对孟子的理解 孟子根本没有民主主义的任何问题 不只顺东一人 这个顺是东一人 然后呢 谣不谣是 文化是习义之类的 那个地方那个 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是啊 当然我们说早就超越那个华语的问题了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要把反统的獨家当作是 无论民主主义的 你都需要在你另外开一个会 好 那现在请 好 好 我会想到宋代的这个文化 宋代的儒学 宋代的道学 宋代的学学 宋代的语学 他多少个都会想到的 什么样上是有些发言的呢 所以刚才我的理解的话 就是我们把从道学这个角度讲 像李构的这套东西 还有一套 他就是从道学的一个先去 他的这套思想 虽然后来的周辰当初他们没有一个直接的那种思想资源 对我们的一些些许多是人价格方面的那种联系 但是世上的清代学家他们 他就认为这个像李构实道的东西 就是后来周成章他们的那个学问的一个前道 有个前道 因为他这个怎么理解 一个说他们的那个学风 他们的学术规求是一样的 另外他们的思想资源的助理 从李构他们开始就非常注重义理了 后来像周成章他们更注重异庸 就像目前当中异庸之学 像整个后来本身道理的心气 这个思想资源的大家有共同的兴趣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注意这个结合 我现在最近在跟文秘方一起写了个学习 像周成章他们你看看那个早期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